進口萊豬就不是 這個加入CPTPP的首要的 必要的交換條件 院主在宣傳上 不應該去用這樣的方式 金貿財賣的方式來綁架 所以這樣子政治的這種 綁架的這種言語 我認為會大根不必 我們要講說是小弟吧 這跟藍綠出間的惡鬥 我沒有覺得這樣講討論 萊豬是環你的問題 不應該把它上綱到 這個政治的意識形態 請問院長 加入CPTPP 一定要用進口萊豬來換嗎 不是換 從沒有交換這種條件 所以我們知道說 其實院長在這兩天有提到 就是說全世界有100多個國家 地區都是接受 國際標準的這個含萊劑的豬肉 但是我們實際看 包含全世界225個國家 或地區扣除109個允許之外 還有116個國家地區 是禁止萊豬的 所以其實在這個整個的 趨勢來講 全世界不接受的國家 是比接受的還要多 這個部分院長你認不認同 不是這樣 是不用萊劑跟 准許萊豬進口 這是兩碼事 那我們很清楚 這個CPTPP 11個會員國 都准許萊豬進口 我們自己不願意 跟國際規案同步 還想去加入國際組織 所以你提到的很好 就是說現在目前這個11個會員國的部分 他們目前就是有允許這個進口的部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根據這個我們陳主委 這幾天的臉書有公布 27個使用萊克多巴胺的國家中 還有23個國家 台灣沒有核准他們輸入豬肉 我們發覺中間有馬來西亞、越南、墨西哥、秘魯 4個國家都是CPTPP的會員國 那我們加入CPTPP 其實就是要這11個會員國 包含這4個都要同意才有機會 但是我國至今一直沒有對他們開放 相關的這個萊豬進口 那除了我們擔心美國之外 因為這幾天的輿論 一直在這個 來質疑書院長 認為說如果不進美豬 是不是就會影響到CPTPP 但是其實美國並不是在CPTPP的會員國裡面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這11個國家 的其中4個 包含馬來西亞、越南、墨西哥跟秘魯 他們其實才是這個中間的 這個11個會員國的其中的4個 那這4個國家 為什麼他們沒有 我們沒有進口 當然我們不擔心他反對 反而擔心美國的反對 美國的影響力 委員應該知道吧 第二一個 我們遵守國際規範 正式加入國際組織的前提 而第三個是 我們想想看 你看我們位於整個國際之間 大家都知道 我們跟美國 1年2.43兆的貿易額 我們卻只要美國買我們東西 我們說他不能來 來不來是一件事 要不要買是另外一件事 我想 我們不能不跟國際同步 我們開放了符合國際標準的 這樣的一個來劑 並不是只有針對美國 對 所以你們在宣傳上 包括跟這個民意的溝通上 我認為不能把它綁在一起講 因為其實 如果就這個會員國的這個例子來看 包含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包含這個 像越南 新加坡 還有我們的日本 他們加入CPTPP的年份 跟他們開放萊豬進口的年份 其實都有所落差 所以其實 如果加入CPTPP的部分 其實 不應該就是說 這個開放萊豬 是他唯一的先決條件 但是這個可能是影響的因素之一 所以我認為院長的發言 其實在這個 對外的宣傳上 不應該把它綁在一起講 那我們另外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要增加這個 從這個六個會員國的例子來看 其實我們知道就是說 進口萊豬 就不是這個加入CPTPP的 首要的必要的交換條件 院長剛剛也這樣認同 他並不是 他並不是一個交換 他可能是一個 他們要做國際貿易上的一個 自由貿易的一個基本的門檻 我們要讓國際知道 我們都符合國際標準 跟國際同步 但是我們認為說 跟美國談判也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在經貿談判中 沒有所謂犧牲 國人健康的這個前提 所以這個部分 我認為人們現在對於 這個萊豬的公投的反對 其實態度 基本上是對於這個食安 還有這個 所謂的這個 食安的這些疑慮 所以我們認為說 政府在宣傳上 不應該去用這樣的方式 經貿談判的方式來綁架 所以這樣子政治的這種 綁架的這種言語 我認為可以大可不必 我們還是回歸理性務實 尤其萊豬的議題 我認為它是一個管理上的問題 所以 是國民黨的主席 給人家講說是小弟吧 還講說 你藍綠之間的惡鬥 我沒想到跟你討論 連AIT的處長 都出來講 所以我現在非常務實的跟你討論 包含就是爭取加入CPTPP CPTPP剛剛講的 其實包含本席 它不是交換條件 如果看CPTPP 這不是交換條件 這是你同意的 三四個章節 三四個章節是所有十一個會員國 要共同住手 未來加入也是 請委員去看第七章第九條 所以我們現在 舉起來討論 怎麼樣加入CPTPP 包含就是說 爭取加入CPTPP 其實這十一個會員國當中 我們因為我海外有非常多 僑界跟牌商的朋友 提供了資訊 我們也幫你分類了 請向我國支持加入的 大概有七個國家 包含日本、澳洲、加拿大、紐西蘭、新加坡、越南 跟墨西哥 那不確定支持 但沒有投票權的有三個 就是汶萊、馬來西亞跟智利 其中唯一無法掌握 但是最有可能反對的是 這個國家是秘魯 那我想秘魯 因為他前一陣子政權 剛換一個新的政權之外 還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接受中國捐贈疫苗的 這個影響非常的深 所以其實老實講 只要差這一票 我們可能就沒有辦法去加入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也就叫王部長 我們希望說了解一下 你現在在目前在相關的 十一個會員國的經貿推動上 針對秘魯這一票的溝通 情形為和 那會不會擔心 因為這樣子公虧一虧 確實齁 我們十一個國都要去爭取 那這個部分 我們的這個OTN 都會在跟外交部配合之下 都會去做洽商 對 所以我們認為就是說 這個部分 其實你們真的就是要去注意 那在國內的部分 其實萊豬的部分 我們現在來談 就是說執行面的問題 因為我一直認為萊豬是管理的問題 不應該把它上綱到這個政治的意識形態